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共享经济甚至于是电动车的相关议题 好好的来分析 接下来到底汽车产业的未来趋势 是朝哪一个方向来走呢 其实传统的汽车制造商 已经面临了百年一遇的巨大变革 因此让各个厂商不得不朝向了 这所谓的CASE的浪潮来走 那到底这个CASE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艾大带我们来看看所谓的CASE 这四大的算是汽车未来创新的主题 分别是什么 其实看到CASE的四个英文单字 很多人会说 这不是宾市在讲的东西吗 没有错 最早就是带我们的集团提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讲的是汽车产业 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当然它CASE四个英文单字 各自表述了不同的一个逻辑概念 简单来说我们来看 我们从一开始看好了 电能驱动 现在很多车子都已经是电动了 这个应该大家都很了解了吧 S叫做共享与服务 那共享汽车 共享经济 也是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这个例如说 你可以随速随怀的汽车 随速随怀的机车 U-bike WIMO GoShare等等 都是在共享服务 共享经济这一块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 那汽车产业在这里面扮演的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没有车辆的本体 何来的共享 我们怎么把这个车 提供给消费者来使用呢 再来智能驾驭的部分 则是在A的部分 现在大家都要讲说 车子要有Level 2 要有ACC 要有车道维持车道居中 甚至未来要能够到达Level 3 Level 4的自动驾驶的部分 则是在CASE的四项环节里面 其中一项很重要的点 再来C 联网科技 大家会说 车子要怎么联网 车子要上网吗 当然 最近我们台湾5G的牌照 才刚刚开放出来 标出来 对不对 所以以后在5G世代来临之下 整个速度 联网的速度会相对来得更快 那怎么联网 车子怎么联网 车子 以前我们讲车子会有一个SIM卡 他在网路上有一个定值 有一个IP 有一个位置 车子也在整个大数据网路上面 去做连线 车子可以跟什么 车子可以跟经销商 可以跟车商联系 传递车子的一些故障的讯息 车子的一些保养状态 车子的行驶数据 车子可以跟交通号制来沟通 知道前方是红灯 后面有多少台车要过 怎么样会塞车 怎么样可以寻找更好的一个路线 甚至车子透过在车上的连网的技术 可以马上的购物采买 甚至我要到家的时候 什么我要采买的东西就已经送到位了 车子其实也可以收获 很多 Volvo其实也提出了一项快递来收获的时候 直接放在你的车子上面 所以这个就必须要在车子能够联网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车跟车之间的沟通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到智能科技的部分 车子自动去侦测前面的障碍物 前面的路线 前面的标线 那如果车跟车可以跟旁边的车互相沟通呢 它可以预知 不必预知了 它可以知道下一台车子 它左边这台车 右边这台车 行进的路线 行驶的速度 要去的方向 它可以预估 这条路等一下会不会塞车 这条路能够容纳的车流受量有多少 这个时候呢 车辆自己的运算 车跟车之间的沟通 就可以让这个交通的状况能够缓解 甚至降低什么 降低交通意外事故的发生 所以呢 当然CASE这几个项目呢 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趋势 只是呢 这样子的说法呢 比较早之前是由带我们的集团提出来 但这并不是宾室独享 而是全球的汽车市场 都在往这个方向来去做发展 所以我们初步的了解了所谓的CASE 未来呢 四大的创新汽车的主题之后呢 其实我们讲到Connected 就是所谓的互联的科技 运用在我们现在大家 最熟悉的消费者身上呢 应该就是车上所谓的车联啊 对不对 那车联的话 大家第一个一定会想到的就是 我使用的是Apple CarPlay啊 Android Auto 但是有一项调查指出 如果你在车上使用Apple CarPlay啊 甚至于比你酒驾还要更危险 怎么会这样呢 对 这是来自英国的一个机构 它叫IAM Rose Mart 这个机构呢 它其实是一个车辆驾驶的训练的一个机构 而且已经蛮有多年的历史 所以他们最近 所以具具公信力 对 也是相当公信力的一个机构 那他们最近就是针对 譬如说你在车上装置了 Apple CarPlay或是Android Auto这个系统 然后呢使用触控或是使用语音接电话 讯息扩充或是说只用语音 或是手机过音东西 对 包含他们 因为英国 跟酒驾 英国对酒驾的条件是比较放宽一点 大概就是每100毫升血液里面 有零点 有大概80毫克的话 那样子他们才叫酒车 酒驾 所以他们比我们放官很多 对 所以他们有 在这个实验里面 他们也就是做了这样子 包括在酒驾的合格范围之内 对驾驶人的分心影响力 只有12% 但是如果你使用Apple CarPlay或Android Auto 在使用它的触控的时候 你的分心的比例是53%到57% 这么高 这个是不是Apple CarPlay 比较复杂的关系 对 不过也都差不多 对 或者说你手机 你手持着 拿着手机在讲电话的时候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法令也不允许的 好 那相对的你看 如果是用Apple CarPlay 你可以就用Siri 对不对 你可以用Siri跟它讲话 或者叫它做什么事情 就是用语音的控制 对 或者是打讯息 它的这些 它的对车辆的操控的影响 稍微低了一些 那也就是说 其实它的证明就是说 触控 对 这部分是影响最大的 那其实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以前的这个 一般传统的车用的导航 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它有一个限制 它让你车子停在路边 才可以做生 而且要打入P档的时候 你再做设定 这是为了安全 那时候也是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在行驶之中 它是不给你操作触控荧幕的 因为你操作触控荧幕很伤神 它不像实体按钮 你可以在什么地方 可能我手一摸就摸得到了 这个是一个习惯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规则渐渐渐渐被打破 尤其是现在Apple CarPlay这种东西 它并没有直接跟车子 有实质的这种互联 就是说它不会去操控 你车上的系统 它不会去主动的去反应 或是警告你说 前面有车 或是什么 那是交给别的系统在弄的 譬如说有ACC 或是说自动紧急刹车这些 但是你在操作触控荧幕的时候 你这边开车你是可以设定 我想要导航到哪里 因为你的眼神是变成斜式的方式 事实上这个是 因为它没有强制的说 你一定要停在路边才能操作导航 你甚至也可以 当然你比较厉害的人都可以 说用Siri说导航到哪里去 这是会比较安全 但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子 你如果要听音乐 你也是需要使用到触控 所以这一部分就让人家 感觉到说 其实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安全上的隐忧 虽然这种互联 在车上使用Apple CarPlay这样子 它已经很努力限制功能 譬如说它不可以让你在开车的时候 它的CarPlay这个功能不含YouTube 为什么 它就是怕你在那边看电影 看影片嘛 对不对 虽然这有道理 但是在这种操控触控的部分 你看英国的这个研究机构 它仍然证明了 可能会让车主驾驶人 边开车分心率达53% 57% 所以这一点真的值得大家要好好的注意一下 虽然很方便 可是你还是真的不要边开车边使用它 比较安全 对 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政府有规定说 你在开车的时候不能滑手机吗 那滑手机这样滑对不对 可是触控萤幕 它有时候也是这样点 其实好像感觉它的逻辑是很像的 所以难怪会 触控萤幕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就像刚刚罗哥讲 我们有时候要在车上控制一些按键 我们手一摸就知道那个按键是什么按键 根本不需要低头去找按键或是找按键 但是触控不一样 你的视线必须一定在萤幕上面 而且找萤幕上特定的某一个位置 按下去才能够启动那个功能 像我现在车子有A4卡不对 那我要输入导航很单纯 可是我必须要看一下 它现在开的是Google Map 哪一个画面 还是开的是Apple的地图 然后它其实不会显示 它只有在那个icon的图标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就要很仔细的看 那个图标长的是Google Map 还是Apple地图 那当这个时间我在辨识这个icon的时候 就已经分心了 然后你说现在没问题 用语音输入可以啊没问题 事实上我现在用导航我也是用语音 但是你必须找到触控萤幕上 那个麦克风的按键 要给它按下去那个麦克风 按了之后它才能够接收语音 当然它的利益非常是良好 以及逻辑是正确的 但是呢它并没有想到就是说 当我们要去按这个按键的时候 必须花多少的精神跟时间 去找那个位置 毕竟那个萤幕在那里 它永远你不晓得停在哪个画面 而不像按键 实际上大家可以转来转去 你看虽然现在各大车厂 把实体案件大幅的缩减 都是在于比较没有安全性上面的 一些顾虑的东西 并不会像特斯拉 所有东西都必须在触控萤幕里面操作 这个还是在安全性上面考量 我认为以车厂的角度而言 他们还是拥有比较多的 这个历史数据的资料 来去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安全的 什么样的东西是具有危险性的 这些创新科技的基础 原则上是告诉大家说 当你车停好的时候 你就使用你的Apple Car Plane 你设定好你要去哪里之后 我们才安全的上路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使用方式 刚才我们看到了 是属于互联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汽车科技未来发展趋势的 A的部分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技术发展 我们其实现在新世代的科技的车款 都附上有所谓的半自动的辅助驾驶 也意味着说我们即将朝向 全自动的辅助驾驶 而且也是全球未来的趋势 那我们纵观台湾甚至于在全球未来 对于这种自动驾驶的发展上面 会是怎么样的走向呢 昆仁哥 我觉得将来交通运输的一个发展趋势 我觉得应该就是朝着电动化 然后自动化 然后再共享 这三个方向去发展 那我们首先看电动化 电动化刚才官爷也讲过 我们现在已经享受到 所谓的Level 2的一个 已经半自动驾驶 那电动化现在各车厂 都在积极的投入在研究 然后推出很多会陆续有很多产品 不只是特斯拉 将来的那些传统车厂 它们陆续有一缸子的电动车会出来 那电动化已经这么的蓬勃发展 那我们看自动化 那自动化我们现在我们看 我们知道它现在还听 我们最主要目前市面上最主流 是在Level 2 那我们知道自动化驾驶 它需要透过感知器 我们车上布满了很多的感知器 摄影机 超音波 雷达 那你看从这些布满的这些sensor 它从收集到资讯 然后到判断 然后做出反应 这样的时间差 有时候会 现在还没办法完全说及时的反应 那你看电脑要判断这些东西 它会经过什么 需要会产生很巨量的一个数据出来 对 所以大量的数据 然后你这样大量数据又要靠怎么样 要靠比较精密 比较成本比较昂贵的GPU 运算平台去运算 所以这些都会要带客户 然后当然我们说现在5G的 5G的开始要慢慢要在要面试的 5G当然它可以某种程度解决 这部分的问题 比如说大量面对大量数据的运算的时间 它会更快 那相对它在运算的时候会更耗电了 所以我们说那个电池的续电的续电力 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在扩张 这是一个区域 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目前急待客户解决的 那再来我们先也看到台湾可以参与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你看现在前几天我们就看知道 鸿海跟玉龙有合作了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以玉龙他们长期现在有在电动平台 已经有一些基础了 对 然后加上鸿海也跟国外的 比如说FCA 菲亚特跟克莱斯那个集团有在合作 所以我觉得台湾未来可以在这个汽车 电动汽车业这个垂直分工厂 我们可以使上一点力 所以听关仁哥讲啊 这样子表示说更高阶的自动辅助的驾驶啊 其实正在紧锣密鼓的测试当中 可是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美国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自动驾驶的测试单位 都停摆了 那这样子 以这样子说真的都停摆的话呢 乃哥 它是不是造成很严重的损失啊 这一定会是对这个所谓的智能驾驶的部分 是一个一定的影响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影响 是因为现在的自动驾驶车 都要配置一个所谓的安全驾驶员 程如刚刚昆成讲的 其实在台湾 已经有所谓的无人驾驶车在路上跑了 譬如说淡海新市镇 新北市的淡海新市镇 就会有一台在公车道上跑 但是它有配置所谓的安全驾驶员 那虎头山的这个智慧科学园区 也就是台湾矽谷计划 它里面的车子也有配置所谓的安全驾驶员 但是唯一没有配置安全驾驶员的 应该算张滨的Winbus这一个车型 但是它有配置的是一个紧急的维护员 就是它在最紧急的时候 按下所谓停止键 因为它是没有方向盘跟刹车的一台自动驾驶车子 所以以台湾目前来说的话 其实在自驾车进入所谓的共享与服务的时候 已经有几个地方正在事半 那美国这个例子 是因为美国现在疫情非常的严重 严重到它配置所谓的安全驾驶员 有可能都会生病 所以这样子会怎么样呢 为了保全这些所谓的安全驾驶员的生命财产 因为它是实验限制 那你干脆就先把这个计划停止 但是它有一个很厉害的 就是像我们张滨所谓的Winbus 就是完全无人驾驶的自动车 不过这个只针对某些小数的会员 使用这个所谓的测试 它是完全没有驾驶员 但是这些人也是少数 它提供这样的实验跟服务是继续下去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们知道它这个Waymo 这个自动驾驶的汽车在美国 它因为这件事情还可以募得了 大概22.5亿美元的资金 意思就是说你看 要完成一个所谓自动驾驶的 那个金额是非常庞大的 所以我们就想到是不是用共享的方式 我们先来赚笔钱呢 我们最能够提出这个共享的 跟自驾有关的可能跟像Uber 因为它利用这个APP的轿车 这样子不过也不要忘记了 它还是有驾驶员 它只有有驾驶员 所以在共享的部分 你透过所谓手机 也就我们刚刚说的联网科技 进入所谓的汽车世代的话 但是你因为有人还是没有办法 但是Uber Uber跟UberE都一样了 他们就会成立一个 类似的这种风险的基金 保障我这些员工 那是在国外 台湾有没有我并不知道 其实这波的疫情 不只影响到自动驾驶的研发 它的脚步之外 其实我们看到说 很多通勤的民众来说 也造成他们的人心惶惶 不太敢搭乘大众的运输工具 可是因为这样 据说在美国的二手市场的询问度 提高了非常的多 那我们都知道 台湾的防疫措施 可是超前部署 真的是文明世界 那我们的二手市场上面 是不是也是超前部署呢艾达 其实这件事情非常有趣 其实我们可以从疫情 过完就地年开始 疫情发展到现在为止 你可以发觉到 以二月份来说 入门级的125cc的一个 这个入门摩托车 它的销量是暴增的 它的销量是暴增的 这代表什么 大家不敢做大众运输工具 干脆我自己买一台摩托车来骑好了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前一阵子 去参加一场记者会 基本上我个人是没有 所谓的人群恐惧症这种问题的 可是在那场记者会上 我很久很久没有看到那么多人 聚集在那里 结果我坐在那里面 结果我感到很害怕 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 大概坐没有五分钟 我就逃离那个现场 所以基本上 如果连我这种不怕 人群恐惧症的 没有人群恐惧症的 都觉得恐惧的时候 你要挤在一个公车里面 挤在一个捷运里面 你会觉得有一点害怕 如果你的经济稍微许可 你干脆就买摩托车好了 那因为其实这个 有从二手车这件事情来说 是英国一个 这个二手车的拍卖网站 统计出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开始搜寻什么 搜寻2000英镑以下的小车 大家准备要买车了 那2000英镑是什么概念 大概是7万元新台币 你想想看 7万元新台币 大概你可以买的是一部 入门级的摩托车 那其实台湾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反正有 其实我一些坐中古车上的一些朋友 就是说 开始有一些民众 对于中古车的询问度是增加的 因为买新车贵 买中古车相对而言便宜 但是台湾中古车现在状况 其实算是 价格算是蛮好的一个状况 怎么说 你想想看 英国找的是7万块钱 那是二手车 那英国出门 一出门又比较远 台湾其实很多地方摩托车倒了 摩托车省油省税又方便 起码买了新车不用担心抛锚坏掉 如果你要买一部7万块的中古车 你觉得你能买到什么车 以前7万块可以买到中古车算是不错 可是因为现在货物税补贴政策的状况是这样 我拿去报废 买新车那台车都有底5万块钱 所以能动能开的中古车 20年的那种很老的车子 能动能开的 它都还只5万块以上 所以如果你要用7万块钱 买一部中古车的话 你可能买到车况并不会太好 那其实观影你知道我不是有一台Solio吗 我最近在Solio的俱乐部里面发学 好多人在找这种Solio的代步车 开价都是5到8万 想要找一部代步车 因为真的不容易找 这种车要嘛就人家就买新车报废了 要嘛就买价格太高 其实并不划算 那当然这样子台湾这个情形发生 我认为它还会有一些 整体的一个这个状况的需求 目前来看到我们三月份的这个销售数量 来讲算是一个大幅上升的状况 但是呢自己进口车居多 国产车其实是偏低的状况来说 我想这个中古车市场啊 还有一波变化 在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当中 我们看到除了刚才讲到的互联啦 甚至于是自动驾驶的部分 以及呢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所谓的共享服务 其实在台湾呢这个共享 应该说共享汽车的服务 也就是租车的服务 已经非常的普及了 而且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你应该或多或少都有使用过 尤其是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 我们有两大体系是比较大家熟知的 包括像iRent啦 还有Zipcar 那我们就帮大家来比较一下 如果你要使用iRent 或者是Zipcar的话 他们在服务上面啦 甚至于他们在租用的费用上面 有哪些差异性的罗哥 对我想这两个集团 其实大家这个因为他们以为有宣传 对 还有呢你去看到车子 你就很明显就很明白了 iRent呢都是Toyota的车 对 以合态的车为车 对 所以其实Toyota 因为它的车子也耐用稳定 所以大家接受度是很高的 那Zipcar呢 主要就是以福斯奥迪的车 哎呦 进口车 欧洲车 所以也有相当特殊的吸引力 那他们都是 你可以加入他的会员 你都是可以用手机的app 然后去申请他的会员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面去订车 很方便 只是说你申请要提早 因为你还要上传你的驾照 他要去 就是要审核你的资格 所以不是说我随时突然想要租车 我就立刻就可以处理 这点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 那如果以Iran的话 他不用会员 不用加入会员 但是你要登记 他是每小时168块 每天1680块起 因为车子不一样 那如果是Zipcar的话 他目前是在双北 双北地区比较多了 那他是有两种方案 如果你要加会员的话 每个月500块 那他一小时只要198块 还是比这个Zipcar稍微贵一点 毕竟他是进口车 那如果没有会 不交会费的话 他每小时是208块起跳 那里程的话 你如果 就是你除了这个租的时间的钱 你还要另外算里程费 所以每公里在Iran的话 是要3块钱 那如果是Zipcar的话 他是每天60公里免费 但是超过的话 每公里要3块钱 那预约的话 在Iran上面是开放60天内预约 如果要路边随租的话 30分钟内预约就可以 所以这个 就蛮方便 其实有时候是看运气 你还真的要找得到 对 才有 那如果Zipcar的话 你最少要租这个一小时 最长可以租7天 这个大概都是要预约 那保险其实都会有 不过Iran的最高支付额 只要1万块 如果有车损的话 那Zipcar的话 最高支付额 可能就会高达到2万块 因为欧洲车 毕竟他是进口车 对 好我们来费用试算一下 很快的来算 比如说我讲车 我们住一个五人座 跑了150公里 10个小时 大概就用了10个小时 等于一天 那他租车费 就是168块 乘以10个小时 就1680元 里程费 因为我跑了150公里 就450块 总共加起来2130块 但是E-TEC还要另外算 那在Zipcar这边的话 同样的里程 他就里程费 比较贵 208块 这个乘以10个小时 2080 然后3乘以 每公里3块钱 但是60公里免费 所以他在这部分是比较 他有给你60公里的优惠 所以算起来是270 那加起来就2350元 看起来比较贵 差不了多少 但是他已经包含了 E-TEC的费用 也就是说 你高速公路趴趴走 他有帮你付 所以其实真的两个 应该是 好像差不多 是一样的 对 因为还没有加上过路费 对 那你如果算两天的话 你看这个计算法也是一样 他两天你看 他还扣了120公里下来 所以两个价格 价格下 4200跟4700 所以差个几百块 而且Zipcar还帮你 算了E-TEC的费用 所以其实 你如果这样子一比较的话 当然Zipcar是以双北市为主 Iran的话就是 各个县市都有 所以有机会的话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因为其实这个服务 算蛮方便的 没错 共享租车真的带给人们 非常大的一个 移动时的方便性 可是在这个共享服务 这一块领域当中 经营的有声有色的 应该就属宾市 他的母公司戴姆勒旗下的一个 共享汽车的品牌 叫Car2Go 可是最近我们听到 在去年的时候 Car2Go决定要退出大陆 这么大一块的市场 他经营了这么久 而且在全球的用户有这么多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呢 乃哥 其实Car2Go这一个 一开始是在2008年的时候 就开始创立 创立的时候那时候 他使用的 他是想说他把他的这些车型 然后投放到所谓的 这一个共享经济 甚至租车业者 但是在车种的选择上 他那时候因为要走所谓的 就是兵士 想走所谓的电动车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Smart 而且是做电动车 开始推广的时候 我举几个例来说 他去年不只离开了大陆 他还离开了美国 光是像加州的这个圣地牙哥 他在2011年进入的时候 他就说我要服务这个区域的话 我大概要1000座的充电桩 结果一直到2016 5年的时间只完成了 40%的这个充电桩的建制 也就是代表说我想要租车 但是我的车不是没电 就是在充电 所以基本上就是完全跟废物一样 但是如果回到大陆的话 你知道他在大陆的话 大概注册人有大概25万人 然后有800台车 照理说应该是供不应求 这个市场一片看好 但是为什么离开呢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大陆的共享的 这个实验性质的东西 几乎都失败 原因在于说使用上的不妥当 比如说之前他这个充电的Smart 可能拿来载菜 拿去耕田 甚至搬砖头 拿来成为公务用车 甚至工程用车 所以造成他的损害 跟这个所谓的保养费用 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他退出了大陆 跟退出了美国 但是他有一个解释 他说我终于可以认真的在欧洲 推广这一个 所以他在2018年即将退出 这个所谓大陆跟美国之前 他把所有该小的股份公司 都全部合并起来 所以他现在名字叫做Share Now 这家公司 取代了这个Card to Go 但是他就说我少了这两个 比较奇怪的市场 我们欧洲的市场呢 大概我现在还有18个国家 我可以专心的来做 而且我这次也聪明了 我不再去强调我是纯电 因为纯电的这个使用率 可能没那么高 建设费又很高 所以他甚至有提供CLA汽油车的 这个租车功能 意思也就是说 看起来有一点点像我们的 Zicca跟Iran的概念 因为他可能要缴一些会费 甚至一些保险费 所以我们刚才讨论到了 CASE这些部分 我们看到这个E的部分 就是Electric 就是未来电动车的发展 甚至于电能车的发展 可是我们看到像这个电动车 都要经过长期的测试 尤其是在欧洲 他们进行这种所谓的低温测试 甚至在高温的测试上面 我们就发现了 其实近期 他们在欧洲进行低温的测试的时候 发现他所有的数据跟WLTP 所公布的数字竟然是不一样的 Ida怎么会这样呢 我们现在了解几个专有名词 在低温的时候 电池的效能是比较差 我们都有去过北极圈试车 对不对 摄影机一拿出来 满电100% 拿出来按下去录影 三秒钟挂了 马上没电了 对就挂了 基本上而且那个电池你拿出来 它都可以耐到零下40度的温度 它还是没电 我记得那一年是我在芬兰是零下将近30度左右 那个电池真的是撑不久 所以在欧洲使用电动车 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叫做挪威 挪威我们知道 天气会比较寒冷一点 尤其在冬季的时候 可能是全年都是这个 全季都整个冬季都是雪地 低于零下零度的一个 低于零度的一个这个状况 那我们台湾在谈什么 国产跟进口车的死亡交叉比例 挪威在谈什么 挪威在谈油车跟电车的一个 所谓死亡价 因为它的电车 它新车的销售比例 已经有超过45%是电车了 所以电车在挪威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市场 那刚刚冠宜提到 WLTP 这是一个所谓的能源耗能 或者是油耗测试的一个组织跟单位 大家都依循这个单位的测试标准 来去做公布 我一公升可以跑几公里 我的电动车可以跑多少里程 但是挪威有一个机构叫做NAF 这个NAF我们就知道 它只是一个测试机构 它就在挪威 做了一个所谓的冬季测试 弄来20台电动车 开始长城行驶 它在两个地方中间连续来回行 这一段距离是200公里 200公里 开始测试到底谁最唬烂 20款电动车 我告诉你 这结果我们简单讲一下 这个也就是说WLTP测试出来的结果 都是碰轰的 都是碰轰的 跟我们现在看到买车的时候 宣称这一公升跑10公里 可是实际我们开 开不到10公里的概念是一样的 大概碰轰比例从10%到30%左右 也就是说官方宣称这台车可以续航里程400公里 大概你要打9折到7折这样的概念 那我告诉观众朋友们 谁最老实 现代的Kona最老实 它只有碰轰将近10% 9点多%而已 9点多% 那谁最夸张 欧宝的电动车 欧宝的电动车 那当然因为这整个测试是在于挪威的冬季做的一个环境下做的测试 所以可以展现出来电池在冬天的一个放电使用状况 跟冬天的一个充电状况 因为他们不只做了长城的测试 还做了充电情形的一个状况 大家都说Tesla有这个超充 多快又多快 多快又多快 对不对 我告诉各位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冬季环境之下 最快充饱80%电的是 Audi的E-Tron 真的喔 虽然Audi的E-Tron在WMTV的测试下面 感觉好像它的里程数不是很厉害 数字没有太漂亮 搞不好人家很老实嘛 是不是这样 充电最快的是Audi的E-Tron 当然充电第二块的是Tesla的Model 3 那还有一点 通常电动车他们也测试 也发现他们会开到整个煤电 在这个续航里程显示零的时候 跟我们这个汽油车一样 已经亮油灯了 还可以继续开一下 开到没油为止 续航里程已经显示零的时候 通常还可以开个十公里 十几公里左右 这电池已经显示零的状况 还可以开个十几公里左右 但是有一点跟汽油车比较不一样 汽油车油灯亮了 还可以继续开 让你想办法开去加油站 可是真的熄火了 你就再也发不起来了 再也发不起来 电动车就很特别了 续航里程停 还可以让你轻一下轻一下 想办法轻到充电站 好吧 真的不行 它停下来 你就停在那个地方 休息一下子 还有机会 吞吞吞吞吞 让你再往前开一下 搞不好可以撑到加充电站 更近一点 更近一点充电站 所以这个是电车跟油车 比较不同的一个区别 说实在真的蛮有意思 我认为 以在挪威这样的环境 你看它的新车销售比例 有快要五成都是电动车的状况之下 所有全球 做这个车厂 在电动车上面 都会拿到那个地方去做测试 在台湾 虽然电动车才是刚起步 可是在未来 不论是电动车 或者是油电车来说 会越来的越普及 观众朋友 如果你近期有打算要换车的话 也许接下来这份调查报告 你可以当作参考 我们来看一下外媒针对在各种条件之下 评选出 值得推荐 而且最佳的电动车 甚至于油电车 通常他们都是这个SUV 也是目前时下最流行的SUV 有几款其实在台湾都有 对不对 昆仁哥 没错 那其实这一份 你看前八名 其实大概前五名 大概都是日本跟韩国的车子 那当然我觉得 你看第一名Toyota RAV4也不意外 你像Toyota我们说油电车 Toyota当然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对 它在油电的发展过程 起步得早 而且越来越成熟 所以你看 以第一名的Toyota RAV4 Hybrid它这个国内也有 对 而且现在当然是 也快变成神车了 原来是因为在全球卖好 所以难怪台湾的惨人 常常叫不出车 没错 没错 那它的油电系统 当然它采用的是2.5升 而且这个2.5升 是新世代的一个 Dynamic Force的一个引擎 那跟这个第四名 这个Toyota Highlander Hybrid 这个他们采用的动力系统 一模一样 对 然后当然都是采用 新的TNGA-K的一个底盘 所以新世代的底盘 然后新世代的汽油引擎 加上油电的一个 承受的油电系统 所以Broadport它平均一公升 可以跑20公里 那这个Highlander也很厉害 它一公升可以跑到15公里 你看到这个Highlander 还蛮大的一部 它在美国有号称说是 它是三排座 八人最省油的一个 算是SUV 所以你看第一名的Rubble 跟第四名的Highlander 他们确实是 算是以Toyota的TNGA底盘 加上新世代的这些 动力油电系统 所以它分占14名 那我们看第二名跟第三名 其实这个一个是现代的Kona 刚才艾大也有讲过 这个的神机 然后还有第三名的Kia Nero 基本上他们两部车 是一个使用一个 共用的一个相同的电力系统 其实它在欧洲评价也非常高 就是它一公升 它大概可以跑到400公里 不是一公升 它是全部油的 可以跑到400公里 然后相对 它们CP值非常高 便宜 然后产品又稳定 所以第二名第三名 他们是获得很美国 而且欧洲也很受欢迎 那我们看第五名 这个SUBRA SUBRA的Closed Track 就是我们的XV 就是XV 那它用现在也采用新的 2.0的E Boxer 就是2.0的水平 对我加上邮电 那这样的邮电 它邮电来自于是Toyota 所以它预计 因为它在北美卖得非常好 所以它这样邮电的话 会有更注意它的销售量 那至于6.7.8 你看这是北美 你看这是美国最上销的 比如说MPV 还有它的 还有福特的一个 SUV跟小型SUV 那比较注意的是 你看我们这个 福特的Escape 其实就是我们即将在年中上市的 KUGA 对 那所以它 这个Hybrid 是采用2.5的阿金生引擎 所以这个还蛮值得期待 好 那我们看完了 值得推荐的电动车 跟这个油电混合车之外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其实在 现在大家会发现各个车厂 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上面 都会搭配用电来做的 这种动力的混合系统 像我们看到 宾市接下来 即将跟大家介面的 这个SL敞篷车系来说的话 除了它新一代的伪装车 已经被大家捕获之外 更重要的 它全车系的编程上面 我们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包括了它也公布了43 甚至于 还有一个是731 那这个小小的E出现了 是不是 也就是我们大家常常在讨论的 EQ Power的动力 对 因为你看 像在宾市的话 我们现在很熟悉 就是43系列 对 从这个C啦 E啦 这些上面都有 都有43 大概就是6缸的 那个涡轮增压的那个系统 那53呢 就是用到他们新的直6 的48伏电力的那个 的涡轮增压 引擎加上这个 轻油电混合 但是呢 它在这个 基于这个系统上面 它也多了一个 E的Promatic 所以在这部分上面 就等于是它的 Hybrid的系统 也把它整合进去了 好 那如果是55的话 那就是走V8系统开始 一直到63 这个就我们很熟悉的 V8双锅轮 那个动力系统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731 好 那也就是说 那一定也是基于这个系统上 再加上的电力 让它的动力就更大了 好 然后原则上 这么大的系统 这么大的动力 一定都是走 四轮驱动 都是Promatic 好 如果这么大的动力 又只有后驱又是SL 双座跑车 然后走距又不是那么长 哇 那是很恐怖的东西 对 所以当然 你现在为了要让车的安全 然后动力又很大 又加上这个E化 好 再配合这个Promatic Plus 这样的四轮驱动 这是合理的 好 那我们也很期待 新的巨兽出现了 731 对 像731 这样子的动力 我相信也会 补习在任何的 所有的产品线 所以你就以后 如果发现一个C73Ei 我的天啊 那个感觉 这太猛爆了吧 很不可思议的 这种可怕的性能 巨兽又要出现 其实因为现在 一般传统动力 如果再加上了电的话 我真的是 发挥出来 绝对是不得了的 那当然我们刚才 讨论到了这些 有关于汽车未来 发展的趋势 到底还有哪一些 值得大家关注的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目前各大汽车的大厂 都朝向电动车化迈进 可是有一派说法 竟然说 其实传统的车厂 并不是这么的认同 因此呢 他们有稍微的 把脚步放慢一点点 缓缓地在朝电动化推进 因为呢 如果汽车未来 全面电动化的话 将会影响层面非常大 也许会有一波的失业潮 甚至于有很多的保安厂 可能都要倒闭了 真的是这样买的 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知道一台传统的油车 大概需要四万个零件来组成 可是电动车呢 大概只要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 只有两万六千个零件 就可以组成一辆电动车 足足少了一万三千个 这一万三千个零件 你知道可以创造出 多少的就业机会吗 再者 汽车组装 采用模组化 电动化 开始自动化生产之后 其实工人也少了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知道电动车没有引擎 没有凸轮轴 没有排气管 没有汽油棒 没有喷油嘴 没有出煤转换器 少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其实会让很多的零配件的卫星厂 整个工厂就面临到关门倒闭的 一个这个状态 那现在啊 我们也发觉到很多大的 这个汽车品牌的集团 他也说我要全面朝电动化 开始发展 然后呢 你就会发觉 他整个吧 油车大幅的裁员 对不对 这是某些汽车品牌 也有某些汽车品牌呢 他是不得不做电动车 因为这是未来的趋势 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的一个走向 可是他还在做一些什么 所谓的油电混合 或是轻油电混合 甚至以引擎为主 加个这个小马达 来去推动曲轴 像刚刚我们看到 宾式的这套系统 48V 48V 其实不只是宾式在用 保时机也用啊 ODI也用啊 VA机也用 大部分欧系统 大概还采用在这个 48V这系统上面 使用量还是蛮大的 关于这个问题来了 纯电动车会降低多少 三分之一的汽车 组装的使用量 对 少了一万多个零件 可是呢 这一套48V 即便是这个 Toyota的这种Hybrid系统 日系的Hybrid系统 Infinity Nissan Hybrid Honda的Hybrid 好的 都是在传统油车上面 在并连马达 在串接电池模组 其实它的零件数量 是增加的 其实它变相而言 是创造了什么 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当然 纯电动化了之后呢 不需要这么多人 大家会开始紧张啊 面临失业啊 面临停产啊 我所投资的各个卫星工厂 没有办法再继续生产 制造下去 我就要关门大吉啊 甚至像在美国的一些 这个通用汽车的 这个罢工的一些状况产生 工人表示是说 对待遇太低啊 劳动工时过长啊 或是这个不符合比例的 这一项诉求啦 但是其实是什么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车子越来越 零件越来越少 朝向电动化发展 其实科技越来越辛苦 现在连车都不用自己开了 方向门自己转油门 自己踩 煞车自己踩 那组装车子呢 全部机器手备在操作 对 尤其以前是讲说 我们一些危险性的啦 高污染源的啦 对于人体有害 例如说喷漆 自动的手臂去做喷漆这些 其实现在在 自动化生产设备进来之后 制造厂都面临着 制造厂的工人啊 都面临着失业的危机啊 所以这也是 必须值得探讨啊 在未来车辆发展 车辆产业发展上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啊 汽车电动化会影响 各个环节的供应链之外呢 其实近期的 因为新冠肺炎的关系 所以让大家不敢出入公共场合 甚至于你现在出国 就变成全民公敌 没关系 待在家里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待在家也可以环游世界 如果你喜欢各个汽车品牌的 博物馆的话 现在只要透过Google Map 我们就可以进到馆内去参观啊 对 现在整理出来啊 这六个汽车博物馆啊 就是可以透过Google Map 你就可以走到 这个汽车博物馆里面 不是只是在马路上看外观哦 真的 是走到里面 神奇 刚刚艾大说 自动化跟电动化会取代这个 我跟你讲 最严重的是连文化会取代 也就是说你看啊 我们在这些博物馆里面看到的都是 100多年来这个机械的汽车的演化 它是艺术品 它是手工打造的 那这些以后如果都变成电动车的话 基本上大概摆在博物馆的意义也不大 你知道现在的汽车博物馆 做得非常漂亮 我记得在美国LA有一个博物馆 我以为是POP 结果它是在LA是一个非常大的博物馆 里面的长车是250台 但是它是私人的博物馆 不是这种汽车公司的博物馆 不是品牌的博物馆 对 然后我们来举例来说 这里面这三家 你有没有看到是什么 意大利 意大利是什么 就是现在疫情非常严重 对 但是你要知道 所以它现在这三家的博物馆 先暂时停止营业 但这三家博物馆是飞去不可的地方 原因是什么 法拉利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速度的天皇 男生的梦幻的一个博物馆 为什么 你在里面就可以看到 法拉利之所以是法拉利 它有很棒的一个赛车的历史控制 这个成分存在 你到博物馆里面 才能感受这一个 所有它的赛车的血缘历史在那边 好厉害喔 我们再来看看上面的 像B&W跟宾室都是在德国 对不对 像宾室的博物馆旁边还有保时捷的博物馆 顺便去参观 对 很近 像这个B&W的博物馆很特别 它是一个原型 从上面看以为是个蛋糕 那个是从1973年就开始建造 但是在2004年的时候开始改建 所以可以在这边看一看 但是比如说像宾室 宾室的话 比如说你用Google去看 它是一个九层楼的建筑物 如果用Google让你一次看进的话 博物馆关起来就好了 所以其实Google让你看 也是看几个点 它不是让你全部的看 那比较特别的在日本 也就是最近 但是它的疫情也很严重 艾滋县是Toyota的发源之地 所以它有很棒的Toyota 从它开始的长车 所以大概有120辆 但是它这间博物馆比较特别 它有其他品牌的车子在里面 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 创办人的一些收藏啊什么 所以这些博物馆 可以透过Google去看的时候 下次你可以实地去看一看 尤其这意大利这三家 都在意大利的北部 都还蛮近的 所以其实时代的进步 让我们即使宅在家里 也能够得知天下事 甚至于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环游 那至于我们刚才掌握了 在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来看看 发生在你我之间 有一些相关的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热闹的市场附近车来车往 但没多久后就看到一辆轿车 整台斗退路 先是冲撞对象机车后 又整辆车冲撞 将整排机车撞倒 连一旁路人也被冲撞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 经过急救后宣告不知 机车四处倒 车上的菜和水果也都散落一地 这一事件就发生在 23号早上8点多 新竹市竹连街 肇事驾驶疑似因为车辆故障暴冲 倒车100多公尺冲撞人车 看到车子冲过去 然后车子冲过去 然后就大家帮忙 所以有人在车子底下 车子底下 大家把车抬起来 我就把人打出来 根据了解这名驾驶 年约84岁 一共有三人受伤 其中30多岁的女子 全身擦伤 伤重身亡 但详细抽原因到底为何 警方还得进一步离情 这个新闻事件 其实最近真的在疯传 昆仁哥 他到底是怎么样产生 因为这个84岁老龙 他是 他是那个 就是什么样的状况 会产生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从影片看起来 一个这个车子比较老旧 非常老旧 然后又是84岁的高龄 我觉得不管是年纪上 或是车子上 都相对相对有 比较大的考验 然后看这样的状况 第一个 他误入档位 可能是打倒档 对不对 然后他 然后 还有物彩油门 他以为是杀了物彩油门 然后你看80几岁的人 他可能反应没办法来不及 所以你看我们看 现在所谓的 智慧驾驶驶驶驶系统 他有所谓什么 有蛮误入的抑制系统 对 然后有RCTAB 就是还有PKSB 就是为了要 他这种就是 当你在倒车的时候 你的车厕 你的车后 如果有什么障碍物 他会帮你侦测 提醒你 然后后过这些会反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